ż 慶祝中華民國一百零五歲生日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 舉辦國慶酒會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董國有表示 歐盟去年10月將台歐雙邊投資協商 納入未來五年貿易策略計畫 期许台湾关系更为日本人众 长泽鸭妹过去多次来台 曾为了工作long stay将近10月 结交不少台湾朋友 也对报道的好资汇列了口袋名单 最悠久的美金中华汇列 一如往年举办方式申请严厉 许位代表高硕退表示 基于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 将继续扩大台美关系 台湾关系很新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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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韩国关系的关系很新鲜 去年台日观光户房人数 超过540万人次 驻日代表谢长廷表示 希望今年能达到600万人次的目标 大家去努力去宣传 把台湾的优点 台湾的值得观光地方介绍 更多的人我想会达成的 至于造访台湾的日本观光客人数 观光局指出今年1到9月成长将近19% 日记年底渴望达到185万人次 明年我想兼有这样的一个色彩的推广 台湾旅游新魅力的推广 我们有信心至少200万 台湾观光宣传活动准备了天灯和拔杯 长泽雅美为明年1月的舞台剧 在天灯上许愿演出成功 也拔杯拔出圣杯的好彩头 现场也提供台湾美食品尝体验 特色美食芒果冰和小笼包 更变成巨型装置 供合照纪念 更加加深日本民众 对台湾观光特色的好印象 对台湾观光特色的好印象